姚迪就是因为这样退出牌超全明星的 答应我只许看,不许哭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姚迪就是有自知名 凭自己的实力怎么能和那些个自认为明星们玩 正式比赛把他们按地上摩擦 拿个冠军就完了 姚迪这个决定就是不用去烫浑水 费力不讨好,还容易受伤 还是好好养伤,准备决赛 全明星赛不能提高女排整体水平和运动员个人水平 只是一场哗众取宠的闹剧把排球运动推向娱乐圈 她的投票,组队,教练分配和比赛方式都不值推敲 不参加是正确的 保留体力更好的打好后面的决赛才是正道 这场明星赛其实就是个笑话 排协无能充分体现出来了 这种莫名其妙的全明星表演,不去就对了 技术统计排名第一的和不入流的同场 不入流的根本也不是明星呀 安排王宝泉指挥凋零与对阵姚迪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击吗 姚迪回避以免教练员运动员主办方大家尴尬 或是明智之举 我觉得李盈盈 王月月,袁星月都应该退出来休息一下 毕竟你们身上还有伤 王宝泉也该找时间回家陪陪外孙 没必要浪费这个无意义的赛事上 这排协干不了正事 冠亚季还没打完 怎么就搞全明星赛 若是受伤会影响成绩 这样大家会放开打吗 为什么不放在冠亚季产生之后 姚迪在国家队 号码都取消了 还怎么回国家队 不想打排球的还给留了号码 这就是两种待遇 国家队主教练看不上的 就永远别想进国家队 不过没什么 是人才就是人才 总有你发光的地方 姚迪不要气馁 不去国家队反倒是你的荣幸 因为这样的国家队教练不值得你去 队友伤有病 而且还有五场三胜制的决赛 等待着的队员来说 参加那个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明星赛 究竟有什么意义 姚迪需要全身心的打决赛 这种票选的明星赛 不过就是个游戏而已 不参与也罢 联赛小组赛没结束 明星队就出来了 联赛没结束就打明星赛 这都成笑话了 支持天津女排队员 抵制这样的闹剧 不陪他们玩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宝